詞曲 李宗盛 詞那個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理事風箈思念實現 空中飞扬与我相见 海角天涯行归何处 你弄疼了我的指尖 你触伤了我的心盘 于是我横行的一切 剪断了风筝的线 对你的思念在心间 剪断了风筝的线 对你的思念在心间 最后天涯的击 所有女人真的在心间 不能忘记 你也要忘记 把四季度补养 是谁 有限了 女国人 巫洛人 你不怕 你是张工人 是张工人 我是张工人 我是张工人 是张工人 对啊 你是哪位 你别管我是谁了 赶紧回家看看吧 什么意思 你到底是谁啊 你别问那么多了 我告诉你啊 罗列现在正在和别的女孩在家呢 回去晚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什么呀 算了 我不拖了 别赶紧的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稍微一直在此之外 有邮友 喂 您好 请问一下罗列在吗 罗列不有事 准备回家了 你在哪儿呢 我在医院呢 正在上班 在医院 我没时间听你编故事 我也在医院呢 我就在医院门口呢 你给我开门 让我看看你到底变成什么德行了 听见没有 开门 罗列 你要是不开门 你信不信我一把伙伴你两拒也冤了 伤出一顿兔家桥 给我看看 什么事 里面有患者是吧 你干吗 你给我开门 你给我进去 开给我开门 预传进来 那得说好啊 进来可以 但是不能太激动 罗列 你往哪儿踢啊你 就这样的吗 激动了吧 激动了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坐下 坐下 我告诉你 来 写起 说实话 第一次见你 真的是没有感觉 第二次见你 我就爱上了你 绝对忠诚 直到现在 一心一意 没有二话 你漂亮善良 聪明可爱 跟我特别合拍 我看你是哪里都好 发脾气我都喜欢 现在到时候了 小飞 嫁给我吧 小飞 今天这个事情 我世上朋友帮我一起 把你给骗回来的 主要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没别的意思 小飞 别犹豫了 好吗 答应我 蒋小飞 哪天我让别的女孩 给拐走了 你可就惨了啊 我看你刚才那么着急 那么生气地回来 心里已经是特别在乎我 你心里已经在想 哪天如果失去了我 你肯定是痛不欲深 对不对 想什么啊你 干吗 我怕人把你抢走 谁要抢你赶紧告诉我 我请他吃饭去 我谢他还来不及呢 我生气 我简直高兴死了 你终于疼就让我找帅哥了 知道我今天回来干吗吗 我来搬我的东西 把我的东西全都拿走 对 就现在 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小飞 小飞 你 你真生气了 别生气了 这个合适吗 合适 特别合适 谢谢 别生气了好吗 外面呢 妈 有点事 你那事要不是急得火上房 你就回来一趟 我有事必须就马上跟你谈 行 知道了 这就回去 你哪儿喝 今天我约你 是想问你点事 什么事 说 我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你觉得我们到底 应该什么关系啊 不会 就是喝喝咖啡 聊聊天 解解味的关系吧 我爱上你了 是真的 咱能不开这种玩笑吗 行 行 我错了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行了吧 这是几朵 二十九 什么意思 爱你天长地久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爱你天长地久 不是这句 之前那句 哪个 你说 就算你什么都没说 刚说完就算了 还想让我嫁给你啊 那不是你生气吗 不爱听吗 再说一遍 听不懂啊 你刚才向我求婚 也没等人家打跟她漂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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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行了 重新求我一次 你看你 请你 想看你 小姐 好 好 吗 爸嫁给我罗列做妻子好吗 来 把手给我 来 罗列又拿开喽 是不是店里有什么事啊 钱出问题了吧 没事 跟我说 本来咱家也没指着你这小店挣钱 就是让你开着玩的 今天找你回来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咱俩这日子怎么过呀 还能不能过呀 现在你那嘴疼出来能说话了吧 行 不是我自己要搬出去的 是你又嫌我回来晚了 又嫌我身上有酒味了 我睡客厅吧 你又嫌我看球赛 看那身太大影响你睡觉了 那 那你让我怎么搬呢 我不搬出去我去哪儿啊我 家里还有我待的地方吗 亏你现在还振振有词浑身势力的 现在做生意的人多了 全都做得跟你这样似的 你还别说还真都这样 那你是没见过不这样呢 想你妈妈了 要是我妈还活了该多好啊 别难过 以后我跟你一起孝敬你爸爸 跟你一起想你妈妈 谢谢 还有你爸妈 他们也多了一个儿子了 那一会儿咱们就回去 告诉我爸妈 好啊 你别又绕着班子说我没文化 过去你看不起我 现在我挣钱了办公司了 你说你还看不起我 你以为没文化的人 就都没脑子是吗 小冰娟 你有文化是吧 比我有文化 你也出去乌烟瘴气一下啊 我看看你能不能 把钱挣回家来 就你那靠吃饭喝酒唱歌打麻将的 那挣钱功夫 我还认识学不会 你还真不行你 你以为比我多认识几个字 就比我有本事 我告诉你 现在外边比的 都是谁钱挣得多 肚子里的墨水不能当饭吃 当酒喝 就你那样 你就挣的钱充气量 也是个爆发户 一会儿见了我爸妈你怎么说呀 就说 爸 妈 您的女儿蒋小薇呢 如果不跟我 反正也没人要 干脆让我们俩结婚吧 去你的 走 欧见月父月母大人 做吧 你就不能充实一下你自己 你除了抽烟喝酒唱歌打麻将 你就不能有点正当的爱好啊 烟我早见了 我告诉你啊 简正 不是说你有钱人就能尊重你的 你得有教养 你真要是和人家的 那个有文化的人打交道 你得能搭得上画 上得了桌面 夏美轩 你以为都像你似的看不起我呀 我还告诉你 看得起我简正的还真有 不过比我强 比你也强 外戏白领 有文化 有文准 有文准 有长相 对 就一点不如你 岁数不如你大 你还别不信 是真的 真的 人家不但看得起我简正 还看着我简正了 还非要死要活的 非嫁给我不可 拦不住 你就 简正 你还知道这世界上有羞耻俩字吗 你把我喊得还来得及有羞耻心的我 爸 施主阿姨 来了 进来吧 你们俩干吗呢 没事 没事 萝莉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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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坐 妈 你喝水啊 你妈不喝水 你妈浇水 来 妈 怎么了到底 姐 没事 别问你 你们俩吃饭了吗 吃过了阿姨 吃过了 该怎么着怎么着啊 别在孩子面前假模假式的 他们不傻 他们比我有文化 别当着孩子的面 不给自己留面子啊 你要面子干吗呀 我要脸没用 你们俩今天这到底是怎么了 你问你爸 他把这儿当旅馆还不让我说 我没把这儿当旅馆 我要真把这儿当旅馆 我咋就换一家了我 那现在换也来得及啊 你们俩一人少说一句行不行啊 那个正好啊 就是顺带的 咱就把这事说说 罗勒也不是什么外人 我说 你们说说 不管我怎么拼命地 挣钱养这个家 从你妈嘴 从你阿姨 从你阿姨嘴里 就从来没说过一个好字 你现在对小孩都提倡什么 欣赏教育的 对吧 何况我是她老公啊 我是一大男人呢我 你是让我夸你还是让我夸钱呢 听听听 一张嘴就是这个 你们俩就为这点破事 在家里打成这样 菲菲 这都不是破事这个 就你妈这样 爸真是受不了了 这都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 有完没完了你 你是受不了了 你还是有好受的了 你要今天真的想说 你就当着两个孩子面 你把刚才这话你给说一遍 菲菲 罗里 真的今天没有什么大事 我今天我把你爸叫回来 我就是想跟他商量一下 我问他我说这家里这日子 到底还能不能过下去 这么个过法没法过好 没法过就分开呗 分开就分开 你都把我往河外推了十几年了 你还真让我这高要游 我真沾上你了呢我 那就离婚 离就离 有啥 那我跟我没有啊 是是是 少说两句 阿姨你也别生气 瞎瞎瞎瞎 解肥就不 要不我先回去吧 行 罗里 你回去吧 对不起 别别别 没事 没你的事 罗里 坐 你坐你的 没你的事 你坐 别在这丢人现眼的你 下杯酒啊 坐下 咱不是还没离呢吗 不还没办离婚手续呢吗 这家还是我的家吧 这房子在家里边的东西 都是我花钱买的吧 我就是离 总得有我一坐的地方吧 行 我走 我不跟你给钱过 妈 妈 我走 我不跟你给钱过 妈 你别走 别别别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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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我走 麻烦你 以后别再叫我回来了 我检证在你眼里 再什么也不是 我也不至于追到家里来 等你喊着我 你用不着 你这房子不是你买的吗 我不稀罕 我走 妈 别走 走 妈 妈 你不能走 妈 你别走 妈 你别走 对不起 让你见笑 妈 对不起 你看我妈起居吧 妈 瞧这么小囊 你到过家呢 行 阿姨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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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让你开笑话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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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当着孩子的面 你还知道当着孩子的面 我告诉你 简诚 咱俩今天有十个脸 全都让你丢没了 你让开 你 你先坐下 坐下消消气 行吗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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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话了 行不行 你让开 你 你没说错话 我看错人了 你让开 你叫什么劲呢 你干 你别 你看看孩子的面 你让开 看这人 走 明珊阿姨 明珊 明珊 来 明珊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让开你 妈 明珊 妈 别 我妈没事吧 没事 你别着急 妈 你别哭了 我没事 你没事 到医院只能处理一下就透了 你没事 停车 你把车停下来 我不坐你的车 你把车停下来 停车 妈 你别折腾了 都快到医院了 你停车 我求你了 别动了 成不成 我可怕了 别了我 你说今天这事 大 你好好开车行不行 别我妈说一句 你就非得接一句 我告诉你见证 咱俩这婚离定了 我妈怎么样 结果出来了 没事 到底缝了几针啊 他一直问呢 两针 如果愈合得好的话 不会瘤疤痕的 怎么会这样 原来高高兴兴地回家 跟他们说咱俩要结婚 这算怎么回事 好了 别哭了 怎么还在这呢 走 该干吗干吗 该找谁找谁去 好 你感觉好点没有啊 难受二十多年摔一下好不了 我可真够可笑的我 你说我当初这是怎么了也不知道 好 行吧 简正 既然你不愿意走 那你就帮我分析分析 你说当初追我的人 什么样的人没有啊 哪个人不比你强啊 哪个人不比你有家教 有文化有教养啊 你说我怎么就稀了糊涂的 我非得跟你结了婚呢我 我非得今天把自己摔的头破血流动 我才我才醒过味儿来 我干什么呀我这是 我知道 我今天气了你来 可你也别动不动就把这套花搬出来 行不行啊 那你走吧 你回医院上班去吧 我自己在这儿陪着 干吗呀 当然不行了 再来一起 你不用 你越在这儿我妈越觉得没面子 都一家人了 还有什么没面子的 不是还没结婚呢吗 我最受不了就是你这个 当初我逼人你嫁给我了吗 没有吧 当初我检证什么德行 我现在还没得性我 对 当初我事配不上你 您下嫁给我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 咱俩结婚了吧 对不对 咱不说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您总不能说一吵架 就把这个鸟似的放出来 留一圈刺进我吧 总不能咱俩一天上一地下 我老得从地上趴着看着您 您心里才舒服吧 那也行 那我先回去 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晚上过来见您 都这样了 我晚上怎么回去啊 咱俩别说话行不行啊 真的 检证 过去咱俩还能吵吵 现在我跟你吵的劲儿都没有 我跟你现在吵我都接不上茬 赶紧 赶紧走 别在这儿气我 晓晓菲 今天对我们俩来讲 可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我向你求婚的日子 我知道 那晚上再说吧 行 那我先走了 你说咱俩这才这么半天 做怎么回事啊 我实话跟你说啊 这一到手我就告诉我自己 不跟你吵架 不跟你吵架 可您那话说得忒狠了点吧 您不能光顾您自个儿痛快了 把我给堵这儿啊 你都看不起我二十多年了 是 我当初是不如你 这口气我检证一直憋着呢 我现在来这儿比别人差了 别人有的我检证都有 我怎么就在你这儿 连个正眼都捞不着呢我 不是 你啊 今天也帮我分析分析 你说这怎么回事呢去 你分析挺有道理 你 你 你再分析分析帮我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请不上 走行吗 你用不着跟我憋气 我还憋着气呢 咱俩也用不着过程俩青蛙 我啊 也眉不正眼看你 我现在是越来越看不了你 你赶紧走走走 走走走走 你消失啊 走走走 爸 你先陪走 什么事 菲菲 菲菲 来 坐妈这儿 我不坐我就站着说 你们俩要离婚是吧 今天罗列正式跟我求婚了 我们俩决定结婚 所以我得跟你们俩商量商量 到底是你们俩先离了婚 我们俩再结婚 还是我们俩先结婚 你们俩再离婚 有一点我得跟你们声明 要是你们离婚了 就别来参加我婚礼 以后我也不想再看见你们 行了 菲菲 真的 你相信妈的话 我和你爸没想离婚 刚才一生气才这么说的呢 对 没错 你这 生气说的话 离什么离啊 胡说什么呢这是 行了啊 我闺女要结婚了 搭喜事就是 菲菲 罗列我特别喜欢那小子 你们俩结婚 我送你们一份大礼 不用 不要礼我 我就让你们俩好好的 一定 我保证 你呢 妈 妈也保证 你们俩多不好啊 你们俩今天这么高兴的事 让我们俩全都给讲了 菲菲 这么着 我现在出去 买点吃的回来 咱买点喝的 那个 回头把罗列叫来 咱们一块清除一下啊 等着我闺女啊 你真决定跟我爸和好了啊 真的 妈肯定让你和罗列的婚礼 办得高高兴兴的 你疼还是疼不疼啊 你高兴妈就不疼啊 是你的 止� 记忆 你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找谁呀 你叫唐欣 你们是谁呀 你是不是叫唐欣 我是 你们到底是谁呀 好你个小妖精物 小狐狸精物你 小狐狸精物你 你们干什么呀 爸 今儿高兴嘛 我敬你们 谢谢叔叔 我说你也来呀 咱们一块祝贺祝贺孩子 先敬你的 行 那那那我就先来 喝一口酒 谢谢 洛莉啊 叔叔挺喜欢的呀 我们家菲菲能跟你结婚 我高兴 我真高兴 谢谢叔叔 那个 菲菲 告诉爸 你们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 爸送你们什么 叔叔 我会照顾好菲菲的 我们什么都不要 你说这话我可挑理了 我连我亲闺女 都答案嫁给你了 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对吧 什么都舍了 张几张口 我绝不说一个步段 叔叔 我跟菲菲结婚 是因为我喜欢她 没有给她原因 知道知道 叔叔都知道 老师 要说你和你爸 那都是有文化的人 对吧 可要说钱 那还是叔叔多呀 这你不能不承认吧 祝贺孩子们订婚吧 怎么又收到钱上去了 你当你那钱是小广告 得哪儿贴哪儿呢 这不很现实吗这个 你说现在是社会 你什么东西 离了钱你玩的转啊 对不对 那结婚过日子 他更这样了 要不这么着吧 你们俩买新房的钱 我出了 不 叔叔 这个我们俩商量好了 我跟菲菲会贷款买房的 你贷款买房 那哪能叫真的买房啊 你自己想想 就你美业那种公司 除了还银行月工 你还能剩多少啊你 不是还有我吗 我也能赚钱啊 我们俩一块还啊 得了吧你们 叔叔 我们是这样想的 我以后也会好好多赚钱 您就放心吧 那同时也希望您能够尊重 我跟菲菲的决定 对 这样做对我们更有意义 你说你们现在这些孩子 老说让当家长的 替你们考虑一下 你们怎么就不能尊重我一下 替我这当爸子强下了你们 他们要想怎么样去听他们的呗 也难得孩子们想靠自己 你们以后要遇到困难 家里也不会不管的呀 是不是 咱们提前避免这不更好吗这个 关键是他们结婚 又不是你结婚你明白不明白呀 不是 她是我亲规的 不是别人的她 行行行行 你们俩这是祝贺吗 行就就让我妈说的吧 将来要是有什么困难需要你们 我们肯定开口 我跟罗列爷先出去转一圈啊 来 叔叔阿姨 我们先出去转转 来来来来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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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这 你说的这 我就纳了闷了 我也纳了闷了 怎么什么事你们俩都能打起来 不是 我刚才说错什么话了 我高高兴兴的吧 怎么我说什么话 你都能跳出点毛病来呀 我知道你是金钱如粪土 那你也不能连我爸一块分土了吧 再说 将来咱俩结了婚 他不也是你爸吗 哎 许贺 有件事咱俩可得说清楚 说 咱俩结婚 不能用你家的钱 一分钱都不用 我罗列有多大的本事 使多大的本事 这婚结成什么样就什么样 日子过成什么德行就什么德行 哇 罗列 我爸的话把你刺激成这样了 现在后果还来得及 我就问你一件事 是不是咱俩一块答应菲菲的 说不再吵架了 是不是 我那是为了菲菲高兴 你想怎么着吧 菲菲现在不在 你说吧 想怎么你问你自己呀 你要是这样 我想怎么着也没用 你想怎么着随便 不是 夏天娟啊 咱能不能不说了呀 你是不是觉得我摔得这样还不够 你还追到这儿赶紧杀绝呀你 你赶紧走啊你 但是菲菲陪我我睡觉 讨厌 你每天晚上都好多事吗你 别因为我再耽误了你 我用不着你跟我这么说话 我走 早就该走了 走 你干嘛呢 那个你妈睡着了 我公司还有点事 那今天晚上你陪陪你妈 有任何事你给我电话 行 你去吧 莫莉 叔叔 刚才我说那话 你没什么地方不高兴吧 没有 我说呢 我说你也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 你跟菲菲商量一下 想好了 能交给我的就交给我 我给你们办 不 叔叔 谢谢您 我觉得这些事情 还是让我跟菲菲自己办吧 因为我觉得 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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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我的话你就说 你跟菲菲说一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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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不有事吗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行 那我走了啊 再见 叔叔 这回挺坚强嘛 你爸怎么走了 走就走呗 我妈现在还没消气呢 她留在这儿 对他们俩和好没好处 你说你爸跟你妈真是不一样 他们俩要这样 那我们俩将来结了婚以后 走吧 不会的 他们俩都答应我了 我就喜欢勾引人烟的老公 自己追净你 关门 小物心 小女子 小妖精 从现在开始 你离我老公远点 听见没有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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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住了 妈 咱们冰这个小红灵精 我别帮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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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啊 有我呢 别离开我 别离开我 我爱你 为什么你对我好又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 那就别离开我 永远也别离开我 你先告诉我 这到底出什么事了 他不停在转动 伤心的泪儿谁来擦 是不是还会牵挂他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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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会有人把你牵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